今天要分享的是 本人去日本玩 然後在日本的TOMICA 汽車專賣店 那邊是東京車站 專賣店 然後滿額的正品 就是好像滿 好像是 你要先滿好像是 商品好像一百塊一點 然後滿一千五百點可以拿到這台 TOMICA系列特別版的 蓮花跑車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 然後這個系列好像台灣 沒有 然後是TOMICA他們本身 在日本那邊限定的 車子前面是這樣 上面側面 後面是這樣 然後這邊也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2010 這可能是以前2010的 車款的 車模的造型 然後塗裝可以看到 就是 這 怎麼講 就真的是滿流利的 比較可惜是它車門是打不開的 然後可以注意看 車窗 兩邊的車窗 是沒有 沒有 窗戶的 所以就是可以摸到裡面這個空隙 然後 下面是這樣子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算是一款 滿漂亮的 跑車啦 就蓮花的 然後本人是滿推薦的 如果有朋友去 日本玩 然後有去東京車站的話 他們 東京車站好像是 什麼 八 因為它是日文的 我那時候沒有注意看 就剛好逛街看到 然後就是 你在現場 可以辦他們 跟他們說你要辦這張卡 就他們這裡有寫 東京店的會員 就 只限那個東京 東京店使用 然後可以基點 有這個會員的番號可以基點 然後就是你在現場 好像購買到一定金額的時候 就可以跟他們現場 換這種 特別版的小 小汽車 然後這個應該是在那邊 限定販售的 所以 限定月換 沒有販售 本人去的時候是 為了去搶那個 2017 就是大家知道 2月的時候 TOMICA他們也要準備出 藍寶捷擬系列的 跑車 編號81號那一款 可是那時候已經售完了 所以比較可惜 但本人就是有買到 其他那個 植木植木系列的 本人的朋友剛好有想要 所以我就幫他買了一些 日版的植木植木 所以剛好有湊到 這一台車的 金額 所以就拿到這一台 然後這邊 有車 車商的那個 編號 算是一台 很特別的跑車 有喜歡的朋友 可以考慮到現場 記得 去說你要辦這個卡 然後可以基點以外 還可以 基點的重點就是 可以拿到 他現場除了這一款以外 還有另外兩款 車子 跟那個 車的展示盒可以約換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到日本 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狀況